第二百五十集 李木匠听了点点头 然后说 二哥 你的这五十支箭都已经做好了 箭头都是用雷击木做的 至于箭尾啊 我差点把我家几只鹅的毛给拔干净了 说完把白灵剑用袋子装着给了麻子大爷 麻子大爷反手给我背着 我背上剑袋抽出一支白灵剑 发现这支剑比我们练剑用的剑差远了 那木头非常的纤细 也非常的轻 剑杆被包了皮 看不出是什么木头 那箭头都是用一块雷击木 夹在剑杆之上 然后用细线扎上的 李木匠看着我愣神 就笑着说 小冬 这个是按照你大爷的吩咐做的 可不是我的手艺不好啊 我拿着剑对麻子大爷说 大爷 这剑做得这么粗糙 能好使吗 麻子大爷笑着说 这剑不是打猎用的 而是打鬼用的 鬼乃虚幻之体 我们用的剑 主要是靠雷击木的煞气伤鬼 为了增加雷击木的煞气 我让你李叔砍了朝东南的桃树枝 对付那些鬼 只要用剑射中就行了 剑头不用太锋利 赶紧的把剑收好了 到时候 你把剑射到母叶叉的身上就成 我听了点点头 赶紧的把剑收好了 李木匠把自己的木匠家伙事 往背后一背 说什么也要一起对付母叶叉 并且说 自己虽然是木匠 但自己所用的东西 都可以斩鬼怪妖魔 他要和我们一起 去给村里人除害 马子大爷点头答应了 我们收拾了一下 就朝着东湖而去 那时候还没有联合收割机呢 收麦子都是用人工割的 几乎家家户户在装周围的 都有专门打麦子晒麦子的打麦场 那打麦场都是用路轴压的结结实实了 光滑度几乎和水泥地差不多 每到收麦子的时候 打麦场都是最热闹的 这时 家家户户 路轴都发出滋滋嘎嘎嘎的声音 把打麦场哑得结结实实 我们走在大街上 一路上 从庄里到庄外 整个的大街都见不到人 平时爱狂吠的狗也开始集体的哑巴 庄上显得死气沉沉的 我们到了一个最宽阔的打麦场 那个打麦场周围宽阔 靠着庄家地最近 这时庄家地里的御鼠鼠还不是很高呢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紧靠着地在打麦场的东北方 是一个乱坟岗子 几棵老四树在乱坟岗里长着 那乱坟岗子 当年也扔过许多小死孩 算是一个紧地方 一个庄上 有两个扔死孩子的地方 这足以说明 当年夭折的孩子很多 这些和以前农村的医疗条件差 是分不开的 连一个普通的拉肚子 都能要人的命 也就是九十年代后 夭折孩子的情况 慢慢的就很少了 天还没有黑呢 这个时候 木叶叉是不会出现的 为了晚上照明 李木家把场边上的 两颗枯木的树枝锯了下来 一直锯到树枝点着火 就可以用一夜的时候 才停止了巨树枝 而我爹则在清理他的羊炮 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 把周围彻底的看了一遍 在场的周围 有几座卖壤舵 有一座正对着打卖场的卖壤舵 调皮小孩挖了洞 可以钻进去两三个人呢 我往里看了看 里面很干净 铺得好好的 看来这个卖壤栋 是不久前采瓦的 我看了一圈后 就坐在了李叔的身边 乡下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哪里方便就坐在哪里 这时李木匠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花生 递到了我的手里 笑着说 来 吃着花生等着 现在早 还不是鬼出来的时候呢 我坐在那里 吃着花生 对李木匠说 叔啊 你见过鬼没有 李木匠笑着说 我呀 不但见过 还打过鬼 也就是从那次之后啊 我才知道祖师爷 留给我们的宝贝 真的像传说的那样 可以降妖除魔 我跟你说说 第一次见到鬼 那还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那时候我刚刚出师不久 因为不能和师父抢饭碗呀 我都是到远处做活的 走远地方干活 这样就不影响师父了 有一天 我又去了一个远地方干活 正是十月里 俗话说得好啊 十月天短 一忙就晚 我干活的那家子 本来是一天半的活 我使了使劲 一天给干完了 这时天就快黑了 我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 就要告辞了 可是那家人觉得我干活 实心实意的 加上我的手艺又好 于是就杀了鸡 打了酒 非要管饭不可 你们也知道 我有酒饮的 一看到人家打的酒 我这肚子里的酒虫子 就上来了 于是嘴上说着走 可就是卖不了步了 于是半推半就的 在那户人家里喝了酒 吃了肉 吃完饭之后 我要告辞了 可那家人说天晚了 让我住下 我脾气倔呀 说什么也不住 非要回家不可 那家人没有办法 就让我回家了 那时候穷 咱买不起洋车子 都是不碾地走 走夜路走惯了 十几里山路 也不算什么 我走山路啊 有两个习惯 一是手里 必须拿着点东西 二个是 必须吸着烟 这主要是 防止冒猴子的 我说 说 那时候还有冒猴子吗 李叔说 哎呦 怎么没有 那冒猴子都跟牛犊似的 我远远地见到过 可吓人了 不过冒猴子都怕人 你只要大声地炸火 在地上点一堆火 冒猴子只要不行时 一般都远远地躲着人 哎 抽远了 抽远了 这冒猴子和鬼 没有关系 我说说那次见到鬼 我背着家伙事 往家里赶 正好是大月亮的 看路看得清清楚楚的 乌乌地风挂着 跟鬼叫似的 我手里拿着一根指尺 打在另一只手上 啪唧啪唧地拍着 嘴里吸着烟 十几里的山路 很快就走了一半 为什么知道走了一半呢 因为到了一个坟园子 那个坟园子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 据说呀 当年里面有埋的大关 年岁一长 就没有了后人 加上反对封建迷信 墓墙被推倒 墓碑被砸碎了 还在墓园中间修了一条路穿过去 坟园子到处都是荒坟 残垣短壁的 非常凄几 都说呀 酒壮俗人胆 我喝了不少酒呢 走着走着 酒劲就上来了 当时别说走坟园子了 就是在坟园子里睡觉 我都不害怕 我坐在一节断了的墓碑上 放下木匠的家伙事 掏出一支烟 用洋活点着 吸了一口 慢慢地吐出了烟 那熟悉的味道 让我浑身放松 舒服地只想睡一觉 这时我的背后 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赶紧抓起一样东西 朝后忘记 这一望 只见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就坐在离我不远的 一块短背上 背对着我 哎呀 荒坟园子里 忽然多出了一个 穿着白衣服的人 让我不得不想到鬼呀 这时酒醒了一半了 一下子站起来 赶紧地看了看那个人 那个人是一个女人 长长的头发 披在肩膀上 一身的白衣 身子有些瘦弱 我有些紧张地说 你 你是人是鬼 我吻完了之后 那个女人忽然哭了起来 哭得双肩乱抖 一边哭 一边说 你们这些人都欺负我一个小女子 我被家里人赶出来 扔到这个放脚野外的粉园子里 我已经哭了一个晚上了 本来在这里暗暗发誓 如果遇到一个好人就会回家 我一定以身相许 想不到遇到你 竟然问我是人是鬼 我听那个女的说话声音非常的好听 心里就想 那女的一定很好看 她说自己要以身相许 自己正好没有媳妇 于是就有点东西了 你说说 我二十好几了 要媳妇也是正常呀 于是试探地说 大妹子呀 我一个人住三间屋 你如果不嫌弃我是一个单身 相信我的话 就到我家里住一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